它也是油热热的 不管是什么肉 都要带点肥肉才好吃 来了吧 欢迎进入休息时间 今天吃的是我妈妈做的牛排 家里边带过来的 回去了一趟 然后这边是我点的冒菜 有荤有素 先来喝酥的 你看就没有我这样的好吃 但现在我闻到油烟的味道 有点不舒服 很久没吃过自己煎的蛋了 平时想吃的是婆婆煎的 给我吃 这块好 有牛腩 好香啊 给你们比个心 再来香 它也是油热热的 不管是什么肉 都要带点肥肉才好吃 太好吃了 可以吃了一趟 吃了好多肉吧 鸡鸭鱼 猪肉牛肉 吃了 太意索了 吃了 你看 好吃 탕 runs 来 吃了 然后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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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的 这次回去我看了爷爷奶奶 还去看了我的外婆 我跟外婆说了 我说我这边有好多朋友很想你的 他特别开心 基本上家里人都说我圆润的 长好了 怀孕后到现在目前就是102了都 第一次体检的时候 医生说我太瘦了 给我的那个档案 册上面贴了一个高位的标志 吓死我了 后面第二次去体检的时候 长了98斤 然后医生说我长得有点快 最多最多不要超过25 按照这样发展我感觉我得敲标 本来想着怀孕 哇真的不用控制饮食了 屁 女人太难了 不是说男人不难的意思 都难都难 哎呀本来想着不加饭了 但是还有这么大块豆乳没吃 那怎么行 加一口饭 我这个冬天 我吃啥都会想夹窩神和藕片 你看我整个运气不去吃 不行我不行 有个脆骨 但这个脆骨我正咬不动 除非我想 想花几千块钱换牙差不多 其实不辣的 但怎么看着这么红啊 看着就很红 完了这个视频要是被我爸妈刷到 得喷我 这个平台怎么屏蔽 今天点的这个是番茄锅底的 一点都不辣 酸酸甜甜的 哇 一股浓浓的番茄味 嗯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